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體大家午安 今天高雄市的確診個案是零 全國總共有60例 那從整個分布包括新北市33 台北市22 桃園兩例 基隆南投彰化各有零星的個案 那這個代表說 其實在除了雙北壁區 它的感染源因為零星的個案 所以在感染源的部分是比較容易掌控 那新北市跟台北市 那還是有一些個案 它的感染源未明 也就是說 這些在整個 從流行的曲線來看 雖然它已經我們已經連續 4天降到100以下 但是感染源未明的情況之下 這個還是會令我們比較擔心 所以怎麼樣能夠再擴大疫調 能夠把過去的一些大型的機構 或者是群聚感染 等等這些的感染源 做一次的這個 這個 廣泛的這個匡列調查 這個會有助於後續的 在整個社區的這個傳播的隱形 傳播鏈就能夠把它阻擋掉 那這樣社區才能夠安全 這個是全國的整體的疫情的報告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因應榜山地區 因為有一些 群聚感染的這個事件 那經 這個基因序列的分析 也發現說 它是屬於data的變種病毒 昨天宗教授 也跟大家說明 等一下我們也請我們 長庚醫院的副院長林夢志教授 也會來跟大家說明在高雄市 我們在整個防疫的升級的狀況 那在榜山地區的這個部分 原來大家可以就可以看得到 1234 這個是在我們2345這幾點 是昨天我們就已經 跟前天就已經對外公佈 那今天新增一項 在6月28號新增的這個部分 是即日期 假如你有收到屏東縣 衛生局的簡訊通知 有榜山醫院或榜山鄉活動室的民眾 這個要拜託 你要打這個713400 轉1234 或者是 這個在高雄市的部分 那就可以打1922 我們就可以來安排採檢 所以這個部分 要特別提醒大家 假如你有收到簡訊的這個部分 務必拜託 能夠 打1922 或者是你就直接 假如你自己開車 或者是騎摩托車 那你就可以直接到我們的社區 篩檢站來安排採檢 這個部分 要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也務必請大家做配合 那另外 也要提醒所有的公司行號 這個昨天已經提醒過了 還是要再一次的提醒 公司裡面有冠工 在榜山地區 有多年 還是說 他們家就住在那裡 有去那裡 這個回家 再來 還是說 我們公司有接觸到 相關榜山地區 有多年 這些人 這個拜託 他來當時居家上班 這樣 當然是最好 最不好 那我活動時或接觸時的員工 務必要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然後也希望說 能夠安排採檢 假如有症狀的話 那就打1922 我們來安排就醫 這個部分 再一次的說明 那 我想 在整個社區的聯訪的部分 那我們 衛生局在 高雄市政府在 三天前 那就開始在 就針對整體的 這個名單 還有開始 針對 從前天開始 也針對開始來進行快篩或PCR的採檢 那最新的資料昨天我們有公布 那我們今天 最新的結果我先請潘基正來跟大家說明 哪一些人 那還有我們的採檢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我請潘基正來跟大家報告 是 謝謝市長 那 各位媒體朋友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延續剛剛市長在 之前一直強調的在我們的 方山這個部分有出現 Delta病毒株的這些疫情群聚 那在三天前其實我們市府這邊 就啟動了一連串的開始的應變工作 那到目前為止 專案的部分總共有四個 那當然昨天也開始對於一般民眾 有一些警示 在這四個專案裡面 第一個 包含這個 這個農產品貨運 以及相關禮貨 集散人員這個部分 我們匡列了是198人 這198人目前PCR 188個人是陰性 那10個人還在檢驗中 那因為這個部分是陸續匡列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 10個人是昨天晚上才到檢 在市府以及所屬學校機關機構 然後這個部分總共跟芳山 這個從6月6號以後有接觸有接觸 有接觸時候旅遊市的總共181人 目前PCR167個人陰性 檢驗中14人 在農會以及合作社還有市場 這些攤商販售者直接跟芳山這邊的 這個運銷有直接關聯性的有68人 那目前有陰性的13人 檢驗中48人 還有就是關於客運業者 那我想在高雄到墾丁這條線 基本上客運線包含高雄客運等等的 這些業者 那我們總共匡列了82人 目前陰性的檢驗結果14人 檢驗中3人 那其他的人會在今天到午夜之前 收班的狀況之下全部完成裁檢 到目前為止 還有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在昨天我們提出警示之後 其實陸陸續續有接到 這個民眾非常踴躍的一個篩檢 的一個要求 那我們也安排到我們的市立醫院 這社區篩檢站進行篩檢 總共到目前為止篩檢了396人 快篩加PCR的復驗目前結果都沒有異常 我們這邊還是要強調 高雄市目前有33處的 COVID-19的社區快篩站 那這33處遍及高雄市的所有的社區 以及不管是偏鄉或是市區 民眾可以參著這樣子的一個 服務時間還有地點 依據自己的需求可以自行聯絡 那當然如果有 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進線 到我們723-0250這一部分 要求衛生局這邊協助安排 以上報告 謝謝 我們接下來也今天特別請到我們林孟治教授 就整個我們醫院的醫療的量能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怎麼做準備 那也要拜託所有的市民朋友做配合 那我是不是先請林教授來跟大家做報告 好 謝謝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市長剛剛也跟大家說明了這幾天 在因應整個Delta疫情 坊山的部分 高雄市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開始介紹醫院之前呢 我還是簡單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社區這個之前市長都跟大家說明過了 我再簡短的重複一下 在因應目前Delta的病毒 因為這次病毒特別的具有高的傳染性 在6月6號之後 如果有在坊山附近有活動室或接觸室的 這些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請務必剛剛頒檢記跟大家說明的 到33處的快篩站做公費的一個篩檢 如果你有呼吸到症狀 那可能也不太清楚是否有 也可以跟以下的電話 1922我們來做聯絡的一個就醫 那再次的重複 這個部分已經在過去這幾週 一直重複再提 如果你14天之內有三次的就醫 因為呼吸道症狀 或是7天內有兩次的這樣的症狀 而到一般診所也好 到各醫院去就診的 一定務必要請醫生能夠幫你做 轉介做篩檢 因為這個部分呢是特別的重要的 那我們來提提 醫院的一個準備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現在全國疫情看起來今天 雖然已經有一些個案的減少 但是Delta病毒的這個疫情 隨時可以做翻轉 所以各個醫院裡頭 因為我們了解 從疫情這一個多月 已經有20幾家的醫院 因為一個不小心 因為疫情的傳播快速造成了院內感染 所以我們對醫院呢 在高雄市各級醫院都特別的要提醒做小心 那在因應這個疫情 戶外的防疫門診 當然還是暫緩 這個是已經講很久了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做處置 我們期待各個醫院都能夠做好PCR的一個採檢 當然我們了解在採檢會有時間的一個差異 在初次常常有的是篩檢是陰性 最後PCR是陽性 這個部分醫院的我們的專業的醫師 我們的檢驗都會做適當一個處理 在這個部分也讓市民朋友們報告 醫院會提高警覺 那在剛剛提到有關防止醫院內部感染的部分呢 我們也對了我們自己所有醫院各級醫院的員工 做了這個你的旅遊史 居住史接觸史的一個調查 如果有任何屏東訪山的員工 我們也期待做好自己的自主健康管理 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風險的管理 我們能夠照顧你 希望你能夠健康 那如果在已經在住院當中的 在這兩天 我們都各個醫院都做了調查 當然有一些的我們的市民朋友 或是來自屏東的我們的朋友們 住在醫院的做了醫療 我們也會對他做必要的採檢 如果住超過三天了 如果需要 我們還是要再做一次的採檢 剛剛大家報告過了 在之前我們都了解 這個採檢的時間差 它是會造成有一些結果的差異的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小心 如果你已經住院三天內 還是有發燒或是呼吸道症狀 在住院之後才發生的 我們會對你再次的做個PCR的採檢 那這個部分呢 對於在住院當中的病患是這樣做 對於陪病者 我們現在在醫院內陪病 都是一個人為限 那當然也會對他做健康管理 如果一樣有任何呼吸道的症狀 在住院的時候已經做篩檢了 在住院之後沒有縱使 你沒有更換照顧者 但是照顧者 在陪病者 如果呼吸道症狀 我們還是要對你做一個採檢的 這個部分也讓市民朋友們了解 那在各個醫院的互相的協助幫忙 在這裡高雄市衛生局 以及我們專家小組裡頭也 希望能夠做一個篩檢的輔助 就是衛生局呢 會提供公費的抗原快篩試劑 給醫院裡頭 需要定期做住院快篩的一個病患 因為這個部分的量可能會不小 會需要快速知道 那如果有一些高風險單位的員工 如果需要做定期的這樣的篩檢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衛生局都會提供這個部分 這個量能上的協助 但是再來我們了解抗原快篩 還是不如PCR這個核酸檢測的一個準確性 如果有快篩陽性 常常還是需要PCR來做確認是真的陽性與否 因此PCR的檢驗能量呢 在之前市長已經做了準備 我們在高雄四大醫學中心 再加上民生醫院高通量的PCR已經都準備好了 一天可以達到5000以上 所以呢我們這裡會串聯社區的醫院跟PCR的檢驗的醫院 意思就是讓這些有高通量的醫院來協助 他目前在比較小型的醫院 他只能做抗原快篩 但是他如果需要協助的時候 會即刻的由這些醫學中心來協助 他PCR的這個確認 同時呢我們對於如果快篩陽性的 他要來復驗他的一個結果的時候呢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讓我們的這個PCR的檢驗能夠儘快快速的得到結果 這樣的話能夠讓病患的安全 及醫院的安全都得到這樣的保障 也能夠保障我們所有市民的一個安全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過去這段時間 這一兩天內我們急速趕快再升級 讓醫院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 當然醫院安全也能夠提供給市民朋友們 一個健康的一個保護 以上 謝謝林教授 那另外在基層診所的部分 也要跟所有我們在第一線辛苦的 我們醫護同仁提醒 也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 這個表已經講過好多次了 我再講一次 那診所醫師診治 要務必拜託 要能夠落實TOCC 那最後一個CC是Cluster 意思就是說是不是有群聚 那等一下我會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14天3次7天2次 要拜託 那這個務必要開立轉診單 那假如民眾有收到轉診單 也務必大家到23家的社區採檢的院所 來進行核酸檢測 那假如說沒有按照規定通報 就譬如說你這漏掉兩個 你都沒有開轉診單 這個是我們的防疫的規定 那也真的要特別拜託 說大家務必一定要把轉診單開出來 也要請市民朋友配合 是要假如沒有依規定通報 那我們就要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 來做處分 假如有發生確診 那前面已經好幾次都在診所 那大家沒有通報 或者是沒有進行轉診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按照傳染病防治法 39條來做處理 所以務必要拜託所有的基層的醫師 跟還有我們所有的民眾 大家務必能夠來一起強化我們基層診所 轉接通報的功能來做好社區的防線 這個部分要跟大家來做報告 那昨天我跟大家說明說 印度變種病毒 他的傳播率很高 大家都知道 那在英國變種病毒 他的R大概是等於5 所以20天就會傳播給625個 英國變種病毒 假如你試算 他的R等於8 那20天就會傳播給4096個 所以他的傳播力 跟他所造成的影響 是有程度上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那假如你問我說 他假如跟其他的疾病來做比較 那他的傳播率到底是怎麼樣 麻疹是現在空氣傳播 他的R是12、18是最強的 他是12、18 白猴到6到7 天花5到7 小牙麻痺 這個脊髓灰白質炎 分口傳播他是5.7 風疹5.7 腮線炎4.4到7 HIV4.5 白日可5.5 SARS是2到5 我們的現在的英國變種病毒是5到8 所以他是幾乎是介於麻疹之下 在跟白猴的程度相當 所以他的傳播率是非常非常的強 那我們從這一次的英國變種病毒 即便你是算R等於5來看 在人物地區的個案 你看密密麻麻幾乎是家族的群聚 只要你在密閉空間幾乎每一個人都受到感染 幾乎每一個家戶都受到感染 這個家庭也是 在昨天台南公布的家庭群聚個案感染 這個圖那更清楚 整個家庭全部 所以從這些個案來看 屏東的個案 我想從這張圖來看 幾乎都是同住者 只要是家裡面有一個人感染 那在密閉空間裡面 因為他的傳播率非常強 所以感染的情況就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要真的要務必拜託大家 這一張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今天開始 我已經下令所有的局處 就口罩的部分 請大家在這一段時間務必戴上 尤其到菜市場買菜 除了要分流實聯制之外 務必大家要戴上口罩 今天開始 我們開始執法 嚴格的執法 希望大家要注意 我有先講 說我們今天開始 真的對不起大家 出門一定要 真的要把口罩戴上 那 因應這個Data變種病毒的一個傳播 在這一段時間 除了剛剛 林院長跟大家 包括在醫療院所 我們的一個整備 第二個 我們在診所的整備 社區的防線 醫院的防線 還有 我們在 每一個民眾 都要做好防疫的兼兵 務必出門要戴上口罩 真的要拜託大家 非同住者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從不管是這幾個 出門戴上口罩 大家小睡 還是大家翁來 然後 這個 不小心 這個家庭就傳給另外一個家庭 所以 真的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的話 吃飯 炮雜聊天 這些 真的拜託大家禁止 那 務必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這一點要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另外一個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有關疫苗的施打的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 在疫苗的施打的部分 我們在7月1號下午開始 我們整個疫苗的一個施打 我們就開始 循序的來做疫苗的一個施打 那我們會通知我們的長輩朋友 能夠在疫苗施打的時候 能夠按照我們的順序 因為7月2號才開始施打 但是7月1號的早上 我們的疫苗就到高雄 就會到高雄 所以我們下午1點 就請75歲以上的長輩 我們來進行補打 那我們會 這個會有通知書 到指定的地點 要拜託我們所有的長輩配合 那因為這一批來是莫德納的疫苗 所以我們在7月1號 我們先讓我們75歲以上的長輩 沒有補打的這個部分 先來開始進行補打 那假如在7月1號到5號的這個下午的這個時間 我們也會根據裏別時間地點 來跟大家做通知 簡單說就是說 7月1號的疫苗開始 七十多歲以上的長輩 事件 我們有通知 有指定的地點 你可以去做補打 那如果7月1號到7月1號 我們的75歲以上的這個長輩 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部分也能夠進行補打 那72到74歲的 在通知書指定地點 跟我們之前在打 75歲的長輩 是一樣 你就會有通知書 然後也拜託大家帶著 這個你的健保卡 身份證 還有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證件 你就可以去施打 簡單講 75歲以上要補打的 7月1號就開始打 72歲到74歲 由7月1號開始 我們就可以照這個 損失 開始做這個疫苗的施打 這點在這裡 我們要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不知道我們的媒體朋友有什麼問題 還是有什麼資格 市長 中市跟聯合相關提問 就有關於高雄目前的防疫旅館 是否有來自仿山的匡列個案 或者是仿山的擴大檢疫的個案 送來高雄集中檢疫 那高雄市政府要如何做好 防範任何可能Delta疫苗 Delta病毒入侵的狀況 請這個黃區長來做說明 謝謝市長 這裡做一個說明 我們高雄市有中央 我們由衛福部醫護會 所直接下管的 又6家的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那每一家集中檢疫所 都有負責的一些相關的醫院在負責 那目前 我們在屏東方山地區的部門 總共目前已經有168位我們的民眾 因為它的一個擴大狂烈 居隔的部分 然後送到我們高雄市的 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它不是防疫旅館 它是集中檢疫所 這不一樣 那它的規格也不一樣 那全民眾都有醫護人員在那邊 做相關的一些協助 那這部分我們也充分的 跟集檢所裡面的醫護人員 做好相關的溝通 跟後續的後備的資源準備 那包括說裡面的相關的 醫療的一個協助 這個我們都有密切的一些聯繫 那這部分 務必跟我們的集檢所的醫護人員 跟我們的CDC 跟我們的醫護會的 所有的指揮體系 我們共同一體來協助 目前在我們集檢所裡面的這些 我們指來自於屏東方山地區的民眾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問題大概是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嗎 下一題 中市想要請問就是說 我們高雄市的防疫計程車 是否也支援高頻地區 運送境外旅客回來 同時那個 東升也想要請教市長 就是對於侯友宜市長喊說 入境者才前兩次的看法 好 我請這個潘基正來做說明 是 謝謝市長 謝謝提問 那有關於防疫計程車的部分 我想這個不是新的制度 這個在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 那因應反國潮 那還有入境這部分的需求 在小港機場 就已經有相關的一些機制存在 那這部分我們也很感謝 小港機場以及交通部 在這方面的佈局 那一直以來 這樣子的一個車隊是存在的 那在我們高雄市的一個 防疫計程車輛能 吃緊的時候 還來支援我們高雄市 那當然目前來講的話 以現在整個決戰境外 在儘管這部分的措施 限制境外入境的旅客的部分 大概還不需要我們高雄市的 防疫計程車去支援 但是一旦有需要的時候 我想本著我們在地方上面 得一些互助的精神 我們也會 亦不容持續支援 但是目前來講是還沒有 這個我們居家檢疫的系統 是從入境以後有14天 這是疾病的潛伏期 那有一些 譬如說他在國外他持PCR的陰性證明入境 那入境之後呢 那有可能在他的潛伏期裡面發病 也有可能 因為可能他在PCR檢測完之後 接觸傳染 或者是他有一些潛伏期 還沒有發病 所以居家檢疫的14天 假如我們能夠落實 那這些即便他是有一些落網之魚 到最後要出格之前的14天的檢疫 那就可以在PCR的檢測 就可以把它檢測出來 那因為PCR的檢測 這一張圖大家看得到 其實PCR的檢測它的時間是非常的長 它的時間是非常的長 你即便有時候過了四個月 你還驗得到PCR是陽性 所以在PCR還沒出來 已經感染的時候 這裡大概有三天的空窗期 假如他都感染 他雖然譬如說他PCR檢測是陰性 但是有可能在這一天 他就會感染 那進來的時候 我們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 其實他的病毒 活的病毒 也就是會傳染的病毒 其實在這段時間 他的病毒 活的病毒大概是這樣 但是你PCR其實你到最後 你還是要測 還是測得到 所以假如嚴格執行14天 乖乖的做好居家檢疫 那最後高雄市 我們從之前在去年 今年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嚴格執行 我們所有的居 這個居家隔離的病人 的患者 這個居家隔離者 或者是外勞 外籍移工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要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採取14加3 14天完 我們所有的移工 全部要採檢 採檢完 他是陰性 然後三天之後他才離開 所以我們是高雄市家隔離的標準 從在這個 漁工應該是在去年的10月開始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項的措施 所以要把居家的檢疫工作做好 然後結束之後的這個採檢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假如中央的檢驗量人 我們全國的檢驗量人 一天現在PCR大概是5萬 假如這個檢驗量能夠在提升的時候 那我相信入境也好 這個到14天之後的採檢 這個是應該是要這樣做 但是其實第一次沒有做 那最後這一次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務必要把所有的 要結束居家檢疫的所有的人 全部都要做好這個PCR的檢測 那高雄另外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也提供大家參考 我們所有的產業移工 過去我們就是全部都住防疫旅館 因為我們防疫旅館有4000多家的防疫 多個房間 我們所有的居家隔離 為什麼像其他的地區 有一些居家隔離 像在雙北地區 他們沒有防疫旅館數量不足 都會造成說那有一些居家檢疫的個案 他是在家裡自己做居家檢疫 或者自己做居家隔離 那這個效果並不會比防疫旅館好 所以我們是集中這些居家隔離的部分 那我們都這個拜託 他們都入住到防疫旅館 居家檢疫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也要求說 所有的居家檢疫人 盡量大家要住到防疫旅館 每個個案我們都會溝通 那第二個 假如你是在家 那我們要有至少每天 這個成分 這個都會打電話 然後手機定位來進行追蹤 但是原則上 防疫旅館的居家檢疫 再加上 解封14天期滿的PCR的檢測 這個工作把它落實 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進來 機場已經進來 你還是要 不管他是在醫院 還是在防疫旅館 就是要把它隔離 或者是檢疫Quarantine的工作 把它做好 能夠落實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市長 聯合報提問 有民眾反映 來自高雄岡山快篩招聚 那可否說明 目前仿山專案快篩的情形如何 另外聯合報也想提問 中央的紓困專案 打工族可獲得補助1萬元 那高雄市目前申辦情形如何 好 我先請潘紀正來說明 是 謝謝提問 那有關於訪山專案的這個說明 在剛剛我們一開始也論述過 在一般民眾的部分 在這從昨天宣布開始 到今天中午12點為止 總共篩檢了396人 那目前是沒有異常 那至於民眾反映的 在高雄岡山快篩招聚的部分 那我不曉得細節是如何 那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目前在各個 在我們剛剛顯示的 這33個社區快篩站的服務 目前是正常在運作 那當然會有一些可能 預約上面 或者是說在排層上面 不進入人意的地方 那沒關係 這個部分 如果說需要衛生局這邊協助的話 那也歡迎致電到723-0250 我們的專線 我們專人會進行後續的安排 那當 在目前來講 整個方山專案的進行 我們可以說 不管是在專案的部分 或者是在一般民眾的進線 我們目前的狀況都相當的踴躍 那如果有一些 大概在進線或者是服務 不進入人意的地方 那我們也請民眾 即刻跟我們衛生局這邊聯繫 我們會定做安排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市長 不好意思 那個紓困專案的部分 我想這個今天是開辦的首日 就是勞動部也會根據我們的申請 那我們會跟中央能夠加快這個腳步審核 那也會很積極的來做處理 所以希望說 有需要的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提出申請 好 那個三立跟自由時報聯合提問 那想要請教市長 對於有民眾建議說 在高屏交界的地方呢 的連外道路設置篩檢站 鼓勵來往的民眾做免費的篩檢 對這樣的看法 高雄市的看法是如何 我想還是要配合整體的防疫的工作 那現在包括大概6月6日以後的 有關訪山跟相關的這個活動的旅遊史的 這個部分已經發動簡訊 用科技防疫的方式來通知 所有這些活動的民眾來進行快篩 這個其實是最直接有布錄 然後有篩檢 就能夠知道它的結果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精準 那也最直接能夠了解 所以我們高雄市其實在兩天前 我們就開始做整個有疫調 包括有一些活動史做全面的清查 包括我們的水果灘 包括我們的灘商 包括我們的這個活動 也開放民眾 能夠來假如說有任何的接觸活動 的這個部分來做處理 所以用科技防疫的方式 也配合了屏東縣政府 我看目前為止 他們在整個疫情的疫調 跟匡列帶隔離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動作也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疫情應該是在 可以控制的一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就隨著我們的疫情 再來做一些因應調整 還有兩家媒體準備提問 那首先是公視 公視提問 屏東快篩量暴增 加開篩檢站 仍然有大批的人潮排隊場 那請問高雄的四大醫學中心 是否準備好 也能夠支援屏東快篩呢 有推演用哪一個方式支援 才能夠避免跨縣市的移動嗎 這一題其實剛剛已經做過 報告 不管在醫院端 我們的集中檢疫所 大概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有大概170位左右 這個民眾入住到高雄的集中檢疫所 另外就是醫學中心 我們也在盤點 因為我們高雄市的醫學中心 跟我們高屏地區的各級的醫院 過去都有在醫療上的一些合作 所以怎麼樣能夠落實這個轉診 儲備我們的醫院的量能 我們都做好準備 我們之前在預估我們的專責病房數 1192房 我們就是以高屏地區整體來做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民眾放心 我們的高通量的PCR衰檢的量 一天全開大概可以做到5000個 所以假如屏東縣政府 潘縣長也處理得非常有效率 假如說潘縣長或者是我們在屏東縣政府 隨時有需要我們來支援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全力的來做支援 最後一題中國時報提問 首先是嘉義士有宣布 曾經到過訪山的民眾做PCR是免費的 那高雄是否會跟進 另外之前有不明原因死亡的 諾魯共和國籍的碩士生 他的PCR採檢結果如何 那麼今天檢舉在解剖遺體的時候 證實女碩士生有懷孕 那請問他是否有施打過莫德納 我們剛剛講在PCR跟快篩 我們早就在做 那另外諾魯的部分我們請潘縣政來說明 是 謝謝市長 謝謝提問 那根據我們的了解 目前在這位在司法相應的過程裡面 有採檢PCR結果是陰性 那當然他當時是沒有接種過莫德納疫苗的 以上說明 好 最後我還是要跟大家做說明 因為這個 在目前整個全球的data病毒的一個流行趨勢來看 他是一個在傳播力相對來講是比較有競爭力的病毒 所以因為他的R是8 英國的變種病毒是5 所以在英國地區的流行大概有9成 已經由這個data的病毒來取代 那在亞洲地區也逐漸的由這個data病毒成為一個有競爭力的一個病毒 所以越來越多的不管是地區的流行或者是群聚感染 都是data病毒所造成 那我們台灣其實相對於這個其他的國家來講 因為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 那這種跨國的旅行或者是往來是很難避免 所以我們還是要必須嚴正以待 那預防這個境外移入的感染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在居家檢疫跟檢疫完的PCR的篩建 所以最好就是要在集中檢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館 那這個部分我們高雄在之前就已經持續有一段的時間 我們幾乎所有的居家檢疫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居家隔離 我們都全部在防疫旅館 所以預防境外阻絕境外 最重要還是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你假如防疫的工作沒有做好 然後居家檢疫的這個部分沒有辦法落實 那就會有一些零星的個案就會產生 這個部分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假如你是從國外回來 然後居家檢疫或者是住到集中檢疫所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我們也要謝謝他們 犧牲他們的自由 我們的社區才能夠健康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 所有的居家隔離 所有的居家檢疫的人 我們都要謝謝他們 千萬不要獵巫 染病不是誰的錯 所以真的要拜託大家 能夠大家團結防疫 我們都是一家人 不管在哪裡 怎麼樣疫情產生 那我們就要積極的來面對落實防疫 所以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不好意思市長 要麻煩市長介紹我們好家宅 這個是我們高雄好家宅 明天6月9號開始防疫電視台 在第三頻道開播 每天上午8點半 我們高雄市政府規劃了很多精彩的節目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可以看 非常豐富又有趣 那第三頻道有長輩的歌仔戲 小朋友的親子節目 全家人都喜歡 都愛的好吃美食專輯 還有跟我們壽山動物園的動物的直播 那另外我們也會上傳到各級處的YouTube 全國的民眾都可以看YouTube 一起來看精彩的節目 這個部分請大家不要錯過 那另外幾個 這個功德 我也是要念一下 給大家知道 好康的報告給大家知道 我們每天三點 我們會直播我們的記者會 那也會有快訊 來提供我們所有的防疫的資訊 真的要謝謝我們中嘉慶蓮 港督奉姓南國跟大大寬評 每天都提供我們最直接的訊息 所以拜託大家鎖定這個相關的頻道 那也要謝謝大家 在宅家防疫這部分 包括Line TV Line Music年會追劇這個部分也上線 對 所以要拜託大家在我們的 宅在家我聽你的方案裡面 這個除了說有優質的戲劇節目之外 還有韓國的科幻電影 永生戰熱門上演中 孔劉還有林寶劍兩大男神 這個我就不太認識了 卡通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天助署車車 大家可以一起療癒一下 那Line Music也要在這個線上追偶像 這個部分 除了好歌無限輪播14天之外 還有新的MV線上演唱會 這個看不停 那另外這一張 包括電信三雄的這個部分 也延長加碼 真的要非常謝謝 原來到今天 但是我們會延長加碼 詳細的相關的資訊 也會在我們的臉書跟網站公佈 那中華電信的哈密書城 這個也有這個萬本報紙 雜誌暢銷書有聲書 AR電子書等等 所以這個相關的資訊 這個也請大家 那另外 防疫電視台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熊安心的 包括原來的這幾個活動跟節目 這個都請大家 能夠在相關的這個QR Code 在掃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點上去 就可以來直接看 所以我想防疫還是要在家裡面 不要隨便外出 那我相信大家團結防疫 絕對可以渡過難關 也要謝謝大家 所以出門一定要戴擋口罩 然後這個沒有必要的社交活動 盡量能夠停止 祝大家平安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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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